今天讲讲这款N亚的无线发射器 其实它已经上市有一段时间了 最近我才玩到的 我觉得它给了我非常大的惊喜 因为它是U段的 U段也就是UHF 其实是一种很早的无线发射技术 我们所熟悉的广播电视的无线发射 其实也就是UHF 现在很多的无线设备都使用2.4G的无线技术 比如我正在使用的这套罗德的无线你家买 2.4G是一种数字的现代技术 所以音质相对比较好 而且成本应该说是更低的 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 2.4G其实是一个非常拥挤的频段 因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WiFi和蓝牙都共用这个频段 所以2.4G的无线传输会有比较大的概率受到干扰 所以这就为什么有些无线设备 在你打开了你家的无线WiFi之后 就无法正常工作的原因了 而且因为2.4G它的波长比较短了 所以穿墙能力是比较弱的 隔两道墙基本上就是断音断到差不多没法用 即便我这套相对比较贵的 技术比较成熟的2.4G的罗德无线 其实也是难以避免的 不信我给大家试一下 那我走出这个房间 大家看一下 然后我走出来了 那隔着一道墙 应该还是OK的 但是如果我走出去隔了两道墙的话 应该来说这个信号已经断断续续了 好了 好那我回到我的房间去 大家听一下看这个信号恢复的怎么样 OK好我回到这里了 应该信号恢复了 如果想要更稳定的无线传输 那可能还得是使用U段的 并且U段其实是属于analog模拟技术 所以它是几乎没有延迟的 如果你是一个重度的延迟洁癖 那一般的无线你肯定用起来都不舒服 因为像2.4G的数字无线 基本上延迟都在5毫秒以上 而U段的无线延迟都可以做到1毫秒以下 比如N亚的这款延迟只有0.16毫秒 这样的延迟早已经大大的超出人能感知的范围了 所以可以忽略不计 但是国际品牌的U段的无线设备都非常的昂贵 基本上都是3000块钱起跳 所以当看到N亚的这款U段的无线 竟然才卖200多的时候 我确实是绷不住了 我觉得这怎么可能 但是经过了我这段时间的实际使用之后 天哪 我觉得它竟然还真的不赖啊 首先大家看这是一个比眼镜盒还要小一些的收纳盒 除了可以安放这一对收发棒 它还有充电的功能 3900毫安时的电量储备 收发棒各有410毫安时的电量 满电状态下它的续航时间是3.5小时左右 这一整套配合起来用呢 总的续航时间呢可以达到15小时之多 收发棒拿出来 长按后开机就会自动完成配对 不用的时候呢 直接放回到收纳盒里就会自动关机了 并自动开始充电 使用过程中双击发射棒的按钮呢可以静音 再按一下就解除静音 如果遇到信号不好 按一下发射棒的这个按钮呢 也会进行自动的换屏 提供的屏点一共有11个 完全可以满足多个收发器和恶劣场合的需要 那我找了一个比较热门的产品型号 来跟恩雅的做对比 而且这款呢 其实还是要比恩雅的要贵的 因为它是卖300多块钱的 我将会在我的家里随便转转啊 AB对比一下它们的稳定性如何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银, 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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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杨, 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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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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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比来说 恩雅的WB音 音色就纯净多了 那接下来我再来对比一下音质 音质嘛 其实已经不用多说了 一耳朵的区别 我觉得这一套300多的无线呢 它的压缩和降噪的算法呢 多多少少已经对它的音质呢 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其实作为吉他玩家呢 这些效果都可以自己使用我的效果器去添加 我个人是不希望它预设有这些我不能够调节的效果的 而恩雅的WB音呢 它的音色呢就纯净多了 虽然我是能够听到它有一丝丝的降噪处理在里面 也可能是我的错觉 但是呢 它对音音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 当然非要跟有线的线材相比呢 那还是有线的会更通透一些 确实在很多时候恩雅的这一套WB是可以替代有线的使用的 当然如果你是要录音 还是推荐用有线的更能保证最佳的音质 当有一些场合 比如说练琴或者是在舞台上 无线的自由自在更重要的时候 它的音质呢 我觉得在练习或者是现场演出呢 也是完全够用的 毕竟它才200多的价格 而且呢 同时它又是近乎零延迟